跟着我们一起来去了解一下吧 现在老师在直播间里面给你们大家来去介绍的 它是一个有故事的这个词器 我相信很多朋友来到过我们直播间的都知道 咱们景德正的这个当中有一个敞获老词 它的前世今生 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介绍的一类词器呢 它几乎涵盖了之前我介绍过的所有的品类 那么这个词器呢 它出身品门 虽然时间不长 那草原们但是工艺和所包含的艺术的价值 确实值得收藏的 那么草原们熟知陶瓷的朋友们看到这里应该知道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啥了 没错就是60年代的敞获老词 而且这个呢是冯老师家里的 然后我也从来都没有在直播间给大家去看过 那怎么看呢 这个边角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说是现代的词器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种的白 这种的边角 所以这种的话我教你们再怎么去区分 你一定要看它的底 像这种是现代的词器 它的底的白色是不一样的 它是这种的边角 然后我们这个60年代的 你看这个当中的边角 你可以看得到的 知道吗 现在私厂上好多仿这种的贴的都有 但是老师这个我告诉你们 我在直播间我都没有给你们去看过的 好来跟着老师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敞获的前世今生 那么中华文明从黄河向长江的过渡 以宋为界 那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 就是在当时古代的时候 大批北方的工匠南迁 这个瓷械 那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呢 就不太一样了 您看这个背面的款 就可以看到 中国锦德镇后面有一个China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的话 瓷械你们一看就懂了 在当时是作为出口的这个瓷械 那 藏伙们 给你们切静静看一下 当时锦德镇著名的十大瓷场 看到没有 看这个老位啊 因为我们这个是60年代的 从现在开始算一下 这个东西它真正的开始有一点氧化了 看到没有 随着时间 这个都是我们说的 在这个 那个楼里面啊 我给翻出来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数量还真不多 有些东西啊 就是这样的 慢慢的就不见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用 我问冯老师 冯老师也是糊里糊涂的 不知道卖给谁去了 卖到哪里去了 啊 那个时候我真的 我就觉得好多东西都不见了 我真的是 特别的舍不得 有些东西都卖掉了 来参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国营瓷场十大里面的 有一个我们说的什么艺术池场 那曹眼门 今天我给你们看到这个系列的 认真看过来啊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粉彩词当中的 60年代当中 我们说当时作为外销池的 但是曹眼门啊 在当时的话 我们说十大池场 你们都清楚碰到了什么事情啊 碰到什么事情啊 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给你们讲个故事啊 公有经济转失 老牌大厂的话 纷纷都没有了 所以有些生产的陶瓷 他没有去进入销售 就直接拉到仓库去进行封存 来来来 我给你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 啊 哎呦 我们家爱今天来了 哎 好久没来了 是不是知道今天李老师有宝贝啊 我都发现今天咱们直播间里面真的 啊 有很多老铁都在我们直播间 我们家爱 我们家的小鱼啊 啊 还有我们家宝宝 拦煮 我给你们看一下是什么样的情况 仓库里面 当时的话就是这种情况 全部拉到仓库里 全部封起来 不准卖 啊 就这种情况 你知道当时的话 冯老师有多少都不见了吗 我今天在问他这个事啊 他都不说话躲起来了 今天啊 给我气的 真的是 那我给你们看一下啊 就场词当中的那些事情 这个是很早时期的 就我们的光明磁场啊 给你们看一下 光明磁场 看那个时候呢 这种早期的那种照片 给你们去看一下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啊 因为我今天给你们带来的是冯老师的 六年年代的 就是场货风格的 这种系列 所以今天的话 老铁门 这个他可以做什么时期的 咱们 他可以做咱们的湖城 他可以做咱们的茶点盘 放到红枣啊 花生啊 瓜子啊 这个都可以 而且我告诉你们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去保存 这是正了八景的六十年代的 而且我告诉你们啊 冯老师都不肯 因为很多都不见了 他还有一些雕塑词呢 就是他一直都不肯拿到直播间来的 他不肯让我拿出来卖 因为有些东西我在问他 我说以前你爸爸的那些 有好多呢 都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秘密 等我再问问他 有些都是藏起来的 这个我给你们切个进行啊 已经开始氧化了 啊 漂亮吧 这个系列 啊 欢迎欢迎我们家的 这个小宝朋友啊 爱爱 还有我们的游文记藏友 欢迎直播间 所有的这个朋友们 好 各位亲爱的藏友们 今天我给你们介绍的 就是厂货老子 那么今天我给你们介绍的这个呢 它是出身名门的 虽然是六十年代的 但是工艺 各方面的艺术价值 却是值得收藏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市场上 卖多少钱一块啊 现在已经炒到了多少钱 给你们去看看啊 我说心里话 我自己都有点舍不得 你知道吗 啊 这个是挣了八景那个年代的 所以今天我在直播间 我也没有 就是在群里面讲 因为这个数量好少 你知道吧 没有多少的这个数量 对 来给你们看一下啊 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晚上好多宝贝 我跟你们讲 好多宝贝 我都感觉我可能又讲不完了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啊 悄悄的哈 咱们不说话啊 咱们不说话 看到了吗 现在已经卖到多少钱 老铁们 看到吗 已经炒到了多少钱 是不是 来各位亲爱的草业们 现在我给你们带来的这个时期的 是为访以前的 这个时期的民国的吗 no 不是民国的 刚刚有个朋友 线下去问我 老师你这个是访民国的吗 他进来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做的好有老味 知道吗 他刚刚进来私自去问 那个 真真啊 他说老师 这个是访民国的吗 no 不是 这个是60年代的 哈 来菜们 这个外面已经炒到了多少钱 不关我的事 今天我把它拿到直播间里来 看好了 这个是胭脂红 非常的有老味 对对哎我们去约这个很聪明 说对了今天他来了 草业们此时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们 我们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当中的 这个价格人家卖多少钱啊 但是草业们咱们不能说多了 说多了不行啊 好各位亲爱的草业们 今天我把它带来了 喜欢的这个朋友们在上方 把这个喜欢不 来来来 飘一波咱们的厂获两个字 飘一波我们的厂获两个字 这个东西是非常的难得的 今天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咱们的缘分开始了 那么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这几年收藏 五六七磁器的乐度 你直接收这个字 你就知道了 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60年代的 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时候 老国英厂生产的60年代的这个当中的 咱们的湖城 这个碟子 那草业们这个数量是很少的 这个东西你要叫老师加单 真的很难的啊 在上方把抢货两个字 抢货 好来来来 咱们直播间我看到了 今天这个价格我给到你们肯定很香 我不会给到你们什么 什么9万啊 什么8千 不要 来 今天我要给到你们一个特别惊喜的这个价格 然后我把这个尺寸给你们量一下 老铁们我告诉你们哈 这个呢 里面它会有这个自然的氧化 所以呢 你不要拿这个平常买的 就是这种现代的磁器去要求它 像这种的现代的磁器 它的底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 你买回去之后你就有区别了 我教你看底 怎么快速的去区分 五六七零年代的 你看它的底的边跟这个就不一样 完全不同的 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当中的 手绘的这个底的边也不一样 还有像这种青花的这个底 它也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知道吗 数量有限啊 来这个珍珍把后台 这几个报了名的 给我全部登记好 没有这个 就是报名的哈 这个参与不了哈 老铁们 今天所有的朋友们来到直播间的 我现在给你们上的这个是陶瓷界当中的 六十年代的厂货啊 我们称为叫五六七 这个就是六十年代的 来他们 受到藏家们追崇的 怀就是每一个人对于我们以往的这种 往昔的珍贵的记忆的一种从事 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怀 对于我们锦德正人而言啊 十大瓷场的那一段历史的记忆 应该是大家重叠很平凡的一段共同的记忆 我的父母就是那个年代的 而对于爱词人而言 我觉得通过十大瓷场 制造的这个五六七的瓷器 我们一起去追溯那段历史 我们一起去回溯那段特殊的岁月 追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深植于我们血脉里的浓浓的情感 好吗 来他们 好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直播间 五六七老场子啊 这个手术一定要快 一定要快啊 他们 我一个个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个库存浪漫 好的 啊不要多上啊 多上到时候没有的话 到时候我告诉你哈 你的头上要长长包的哈 我都要长包的告诉你们啊 来他们 准备好手术了啊 对 这个颜色就很难了 好了 擦门